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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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早的原始细胞 我们知道干细胞会分化 分化成神经细胞 骨髓还有骨骼各种细胞 所以源头是相同的 但是它的第二代第三代的子孙里面 就分了两个系统 一个是骨髓细胞的系统 一个是淋巴细胞的系统 淋巴系统单独成为一个 那骨髓系统就包括白血球 雪小板 红血球 丹河球 这是同一个系统 就同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产生的白血病 不管是急性慢性的话 就叫做无水性白血病 那淋巴球性的白血病 就叫淋巴球系统的病 那我们也有把骨髓性的 称为非淋巴球性的 所以这四个都可以称为 非淋巴球性的白血病 所以等于白血病又分了两个大系列 一个是骨髓性的 一个是淋巴性的 好 那我们再进一步去区分 那么白血病它的分类 一个就是您刚提的 一个是骨髓性 一个是淋巴性 这个都各有急性跟慢性是吗 对 所以主持人刚刚讲的 都是属于急性的 也就是说你不去治疗它的话 少则一个月不到 多则三个月它就死亡了 慢性的淋巴球或是骨髓性的话 它可能花病的时间很长 所以当你诊断的时候 可能隔了说不定是半年或是两年以后 才诊断出来 它的自然史比较长 所以不会马上造成生命的危险 但是急性的话 你不马上处理的话 有时候一个礼拜便能就挂了 这几张图是什么意思 这个上面这个图是 你看它它细胞比较大 然后它通通都是均一性 完全一样的 所以这个就是急性白血病的特色 慢性白血病就是它 可以分化成很多种各型各样的 它是慢性白血病 大小不一 一样子也不同 骨髓性比较大 有颗粒就叫骨髓性 淋巴球性比较小 细胞僵质比较少 没有颗粒就有淋巴球性 所以用所谓的形态学 用肉眼 鲜微镜就可以看了 所以验血的时候 您在那个鲜微镜下 看到的细胞形态 就可以知道 您可能是得到哪一种白血 那是典型的 也有不典型的是 长得很相像的 看起来像骨髓性 其实是淋巴球性 这时候要靠一些 细胞化学染色 免疫染色 甚至有时候接种 染色体的检查 才可以把它分得更清楚 慢性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因为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里面有一个叫肺成蓝色体 所以95%都会有肺成蓝色体 而且细胞很多样性 慢性淋巴球性就更简单 通通都是淋巴球 所以不会有其他的悬念 在诊断上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些病 基本上面 门诊就可以诊断了 这些病 可能要住院 现一步的检查 流失细胞液 蓝色体 基因 才可以明确的分析很清楚 是 而且我们可以看得到 像骨髓性的 急性的骨髓性的白血病 差不多是50上下 但是台湾可能45到60为主力 但是老年人大概占30% 这个慢性骨髓性白血病 也差不多是50岁 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 60到70岁比较多 那急性淋巴球白血病 是小孩子多 3到7岁比较多 但是 我们有时候 基金会到医院去探望的时候 发现有些小朋友都光头 他们就是得到这种 急性的淋巴性白血病是吗 对 因为成人对化疗 头发的抵抗力比较强 所以头发即使掉了还留着 小孩子基本上面化疗一打就掉光了 对 所以看到的基本上面都是 淋巴全新的白血病 对 那我们今天要特别聊的 就是这个CLL 就是所谓的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对吧 浩发在55岁其实更高了 60多岁的年纪大的人 才会得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谈这个呢 也就是说急性的基本上面医生急诊都诊断很快 慢性的呢 我们的国家的成绩比美国呢 平均少活了五六年 化病也比人家早 所以我们的预后比较差 这里面需要改进 最大的原因是很多病人不做体检 你去做体检就会衰险出这个 所以呢 到底这个淋巴性白血病 这个慢性的它有什么样的症状 刚提到了它好像不是太明显 对所以有些人在家就放了两年了 他觉得说我的脖子呢肿一块 又不太大 然后去找了耳皮后科 这个淋巴结肿大 真的有时候 因为老人家有时候这边肉比较松一点 稍微胖一点 就看不出来了 对对 所以呢它就会忽略了 那这个它通常是无症状 没有痛 也不会发烧流汗 也不会贫血早期 所以呢常常都被忽略了 那有时候要等到肚子大 它就觉得说我发福了 中年发福 其实是皮脏大 皮脏大它觉得说 它只是腰带紧了一点 只是这个样子 但是到后来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出血的现象 贫血的现象会出来 那已经是 皮肤上 到第三期 莫名的吗 没有被撞到就会有一圈 基本上会撞到 没有撞到的是急性的比较会 急性白血病 血小板更低 再两万以下 那慢性骨髓 淋巴球性白血病的血小板 虽然低不会太低 但是还是会表现 所以您的意思说皮肤容易淤血是 一旦稍微碰一下就很容易 对对对对对 但是到这边的时候 已经是比较第三期的时候了 早期是没太大的症状 早期是淋巴腺肿大 还有包括皮脏肿大 腹部状大 这都不像特殊的状态 就是说我喝酒啦 啤酒肚啦 也不痛吗 不痛 没有什么别的明显症状吗 比如说像这个呢 口腔牙龈出血 那是到后来 到后来才会 血小板掉的时候 有一些会有合并自体免疫的 止斑症的时候才会 大部分上不会 所以大部分都是体检的 报告拿来才问血医科医师说 他的淋巴球增加 白血球增加 这样才被找出来 他有这个病 哦 所以这个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症状真的很不明显 第一个叫疲倦 第二个是食欲不振 还有体重下降 会有发烧 倒汗跟反复感染 但是如果只在疲倦跟食欲不振 不会发现 不会发现 因为六十多岁嘛 有时候也许觉得累啊 或是退休啦 或是心情不好啦 对 但是这个病也很特殊 有一些人被蚊子叮咬之后呢 它肿起来了 比较不容易好 那时候在我们邻近的日本 他们叫做蚊子叮咬的病 这跟淋巴球增生有关 但是呢 一般人就看皮肤科了 不会去想到这个 那它会有什么症状 如果蚊子咬到 蚊子叮咬它会红肿比较厉害 发炎的情形会比较严重 所以如果你最近 发现家里的老人家 因为就是蚊子咬到什么的 突然都不好的话 有可能要去 蛮久不好的话 就要去抽血检查 而不是光看皮肤科差药高而已 是 因为有的是有症状 有的是无症状 有的不用治疗观察就好了 有的就必须要很严肃的处理 对 这是一个好特别的癌症 很特别 因为居然有癌症是 也许可以暂时不要去动它 对吧 没错 所以我们叫做这个 育后指标要分歧 包括第一个年龄 第二个包括它第几期 包括它的体能状况 那再来还有包括它的这个 基因有没有特别的问题 总共有五个参数 还有β2的这个球蛋白 那医生就会去看它得几分 0到1分就是低 2到3就是中 那4到6就是高 大于7分 就是非常高危险 都靠厌血吗 厌血跟基因检测 那假设 年纪就不用厌血了 那假设说是低的话 平均五年的存活有93% 那假设是中危险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三分四分的话 它大概就是降到79% 那假设是高的话 它掉到六十几 非常高的话五年的存活就有23% 所以差距是15% 15% 40% 好 这里这个表呢 是我们评估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危险度 还有治疗方法的一个很重要的分类 第一种是无症状的人 完全没有症状 就是既没有疲倦 也没有体重降轻 也没有仿佛的发炎感染 也没有淤血 没有牙引流血 通过没有 那你可以先观察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观察到什么时候你才治疗 对吗 就是说你半年内白血球加倍 比如说你原来两万 半年后变四万 这表示增加的速度变高了 这有问题 我就要介入了 好 那除此之外就不用动它 OK 假设说你是高危险的 其实没有加倍的话 那你可能还要及早动 就有很多的新的 一些方法 方法出来 以前是没有这些药 那我怎么知道 没有这些药的时候呢 你就不用分得那么清楚 因为你没有药 你现在有药的话 你就要分清楚 要怎么去知道你是不是呢 你就要测你的这些基因 β2 你的分歧 有很多的指标 所以我们要看 无症状的人就先观察 有症状的又分三种 一种是体能好的 体能稍差的 还有很差的 对吧 那体能好的又分为两种 一种是没有基因异常 另外一种是有基因异常 有基因异常 那么无基因异常的呢 可以做化疗跟单株抗体 其实是标靶的一种 加在一起 那如果你是有基因异常的呢 可以做标靶 BTK跟BCL2 这都是小分子的 因为有的标靶是大的生物质剂 对 单株抗体 对 那小分子的反而更贵 这小分子的时候就是可以干预到你的基因 尤其是BCL BDK 跟我们的17 这个基因 或是TP53 这都是属于细胞凋亡的基因 这个细胞凋亡的基因被打掉的话呢 它细胞就 癌细胞不会死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干预它 所以这里面呢 就牵扯到说 你的体能好不好 体能很好的话 当然化疗是一条路 那体能不好的话呢 那你就是很差的话就支持治疗 稍微差的话呢 那就基本上面会偏向于 还是治疗 不要化疗 就是用标靶的药 或是小分子的这种基因治疗 所以这里面变成说 你有化疗 你有标靶的药 对 这两个是传统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 健保就给付了两个新药 BTK的药 加上BCL2药 也就是说 在这个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分类部分 其中有一个跟过去不太一样 最关键的应该就是检测基因 这是去年才开始 因为你已经找到了 某一些淋巴性白血病 是有基因一场 叫Thriver Gen 对 很重要的基因 但是没有药的话 你不能做什么 现在有药 以前没有药就是干细胞移植 偏偏这一类的病人有时候 70几岁 这干细胞必须做液体的 所以是行不通的一个方法 所以这样的药 目前的疗效都还不错是吗 还不错 都是叫做突破性的发展 OK 所以一个得到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的病人 一则一洗一则一忧 还是会担心 它毕竟是个病 对 但是在目前 我们的健保有支援的情况下 是我们多相当多的武器 假设说无症状 又是没有基因突变的 体内容 大概就是似同正常的 它的平均的生活 存活也会跟正常 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那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 来提早发现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 做体检 尤其是有家族史的 因为这种病是有家族的倾向 这是今天要特别讲的 是 因为急性骨髓性 急性淋巴球性 急性慢性 慢性骨髓性 都没有家族史 这种慢性淋巴球性白血病 有家族倾向 哦 那可是我做健检是 血液检查 就会有检查到这个类别吗 只要看淋巴球 就是你家族有人有的话呢 有所谓这一类的 其他的子女都要小心用 有这种可能 假设你的淋巴球 就超过淋巴超过5000颗的话 大概都要小心 好 所以今天我们认识这个 慢性淋巴性白血病呢 好发于65岁以上的老人家 大家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要特别注意 如果您是子女的话 也要特别帮您家里的长辈 留意一下这方面的发展 多多注意他们的健康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张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感谢您 谢谢 抗癌攻略与您一起吸手抗癌 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欢迎打电话到癌症希望基金会 我们下次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